好等一下我們就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 這個是我的這個手刹車拉桿 假設今天你打入一檔 那一檔通電之後 就是不要吃太多安培 那我們只有40mAh 可以的話盡量吃少一點 那我 我到時候會用1kΩ以上的 我會拿我之前 舊的電阻沒有用的就 把它弄下去 它在藍牙發射訊號的時候 還沒配對的時候 它會吃30mAh 配對完它是吃10mAh 10mAh 那你的超音波 因為我有兩個 那一個大概是2mAh以下 所以兩個它在4mAh以下 然後現在下面這個是 我畫一個微動開關 它平常是打開的 對 它平常是打開的 你按下去之後 你微動開關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是接銅 所以我們要這樣接 然後這個 共通角呢 我們把它接5伏特 因為它平常是開著 如果你今天按下去之後 對不對 它 就會導通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線 要接到那個Arduino那邊的 電阻找出來了 這個電阻已經放了 差不多10年以上 能用一用看 這個是 中黑局這個 這是10k的 對 我有兩個10k 然後 旁邊這是2k的 紅黑紅這個 2k 這樣剛好 1 2 3 4 5 6 7 8 這樣可以 好 那我電阻已經接上去 那接腳 我先修剪一下 然後 壓扁是不想讓它們 碰在一起 我們先把那個 所有檔位的這個角 先插在這上面 這邊呢 你可以按順序 也可以不按順序 我是按順序插 就1檔 2檔 3檔 從左到右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把這 每一條杜邦線呢 接到開發板上面 前面2隻我要留給藍牙的 就這樣 一路接上去這樣 好 我們來去試一下 看看 那在試之前呢 程式馬上先修改一下 好 那首先我們先開啟這個檔案 那我們現在要組裝嘛 那 我們 我是從按鈕開始 這邊的話 那第0跟第1隻接角不要用 所以你要從第2隻開始 對 因為 0跟1我要拿來做藍牙通訊的 我們從第2隻 然後到 1到 7檔 加一個 倒退檔 這邊一樣都是這個齁 i加1 第2隻接角就是 第3顆按鈕的意思 我是習慣把它縮成一行這樣 好 就這樣 阿你說成一行的時候這邊要小心喔 這邊有時候會黏在一起 然後呢 你 你排檔有排下去呢 就按 然後沒有就是放開 然後記得最終的寫路要弄下去這樣就 有一個檔位它要額外判斷 它是那個 到時候還有個離合器在這邊 所以我先把離合器先放在這裡 這是離合器的 然後這是我的手煞車 手煞車它比較不一樣 它要顛倒過來 因為我 我這邊的微動開關 線路接不太一樣的 阿如果你要 如果你手煞車接NO也是可以 程式碼也稍微修改一下就好 我把它打在這裡 所以 這邊也不用改 對 所以這邊就是第10顆按鈕 不是 第10個接腳 就是2到9隻腳位 那第10隻腳位手煞車 那它代表的按鈕是第11顆 好 那我們程式碼我們就改這樣就好 我們只要先用到 接腳2到10 之後有新增我們再弄 這樣比較不會亂 然後2到9的接腳是1到7加R檔 然後第10隻是我手煞車 然後第10隻是我手煞車 好 那來測試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喔 那個 這個排檔我先把它拿掉 先讓它保持空檔這樣 先從一檔開始 我先從手煞車 因為手煞車比較 比較快一點 嗯 我喝那個 再買買看昨天哪一個好了 手煞車就這個有沒有 嗯 它平常是壓下去的 這邊是我先進檔 好 好 就進檔了 那 設定錯誤了 我那一 第一顆跟第二顆設定錯誤了 我們繼續測試 後來想想 沒有關係 OK 好 再來一次 三檔 測試上來 然後再五檔 OK 其實順序亂掉沒關係 你只要有按鈕亮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因為到時候你是要進去設定遊戲 然後再來是我的七檔 你要進去遊戲裡面設定按鈕 所以其實還好 啊七檔也有了 OK 那還是倒退檔 倒退檔